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当天早上 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常政国率中方交接代表团出席仪式 韩国国防部次官朴载民率韩国送还中国军人遗骸代表团出席仪式 在庄严的交接仪式中 韩国士兵把在韩中国志愿军烈士遗骸的官果 以及1226件遗物交接与中国的礼兵 中韩双方代表在现场签署交接书 确认交接109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 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为志愿军烈士官果覆盖国旗 中方举行悼念仪式 所有中方人员向烈士门进献鲜花 行三居公里 中国人民解放军礼兵护送烈士官果登上解放军空军专机 烈士英灵将回到祖国 交接仪式上 常政国表示 中韩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 本着坦诚友好 务实合作精神 已连续8年共同实施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 将825位烈士遗骸接回祖国 尤其是近两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下 中韩双方为顺利完成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付出了更多心血 中方感谢韩方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付出的努力 中方将进一步深化与韩方的友好合作交流 积极推进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保护相关工作 让更多志愿军烈士英魂早日回到祖国 交接仪式结束后 解放军空军专机其后搭载着志愿军烈士遗骸 启程飞往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富宏卫视综合报道 共同深入关注今天的评论员是宋中平先生 欢迎宋先生 舒婉您好 其实长期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也会发现很快 刚才已经看到了现场多了一部非常特别的特殊的飞机模型 您今天带来也是有用意的 这就是云二灵 我们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就是云二灵把他们接回家 让他们回到我们的祖国 而且回到哪 回到沈阳的桃仙机场 然后明天呢 还会有一个仪式 就是让他们下葬在我们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真正的回家 安家了 确实挺不容易啊 因为今天早上 包括昨天我也在做全程的直播 看了很多的内容 而且咱们两位主持人呢 其实和我也都感同身受啊 毕竟你看现场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包括我们的109位志愿军烈士的遗骸 上了飞机 然后回到国家 那么包括在整个交接 你看刚才片子里面 其实也看得出来 国家是非常的重视 包括你看我们把我们最高礼节的仪仗兵派到了韩国 尽管很少只有9名 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就是有个代表 就是代表性比较强 但是它也是我们国家最高的礼仪 而且从刚才的行进过程中的话 你也能看得出来 我们的仪仗兵采取统一的步调来行进 以前你看包括我在部队的时候 我们行进的时候 无论是起步还是正步 都是铿锵有力 要求一定是铿锵有力 包括堕地要有声 但是刚才你可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仪仗兵 他都是很轻 而且动作很慢 为什么呢 不要惊扰了我们这些志愿军烈士的灵魂 让他们能够安息 就是不要吵到他们 但在整个直播的过程中 我们的指挥官 尤其是到了桃仙机场之后的话 我们的指挥官 那个口令的声音是很大的 为什么呢 要告诉我们的这些英灵 回家了 回家了 然后呢 我们其他的各个官兵呢 每个人报一个官果 而且报官果的那个力度是非常大 为什么 尽管在训练了一个月期间 对每一个动作 无论是行进间的动作 还是报官果的动作都有要求 要求报得紧紧 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新一代的军人 和我们老一辈的军人之间 你不用要求 他们一定会报得很紧很紧 为什么 要让我们老一辈的军人 尤其是他们的英灵感到温暖 感到温暖 这实际上是两代军人之间的一种 亲密无间的体现 你不需要要求 这些新一代的军人 他知道战场是残酷的 所以我们的老一辈的军人 在朝鲜战场上 你看牺牲了多少人 那么在整个朝鲜半岛上 我们一共有19.7万人牺牲 包括是在韩国一侧 以及在朝鲜一侧 双方战场都比较多 牺牲的人员比较多 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些英灵都能够回家 而且从整个烈士陵园的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朝鲜那边也有烈士陵园 我们很多的志愿军的烈士都长眠在朝鲜 而且朝鲜国家每年也都会搞一些攻击的活动 毕竟中朝之间是血浓于水 真的是由战争 由这种所谓的朝鲜战争 凝聚了两国之间的友谊 确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从韩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也不断地在配合我们做相关的工作 而且也不断地在启决我们烈士的这种遗骸 然后需要干燥 需要做其他的一些鉴别的工作 然后在昨天的时候 就由韩国一方 在我们的配合之下 就做了装脸的工作 那么今天是交接的工作 明天就是下葬的工作 所以分了这么具体的几步 三天要完成这个事情 而且从今天我们这个看的角度来讲的话 整个仪式其实是很简洁 但是很庄重 也很隆重 代表国家尊重我们的英雄 希望我们的英雄都回来 以前有一篇课文是微微写的 叫谁是最可爱的人 说的就是这些人 这些是英雄 他们就是我们过去 以及当代的最可爱的人 他不仅仅会鼓舞上一代的人 更会鼓舞我们这一代的人 是 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 韩国在当中的角色 又如何评价 他与我们的配合和协助呢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韩国已经持续做了八年 需要点赞 真的是需要点赞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烈士的英零 长眠在韩国一侧 也就是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里面 主要呢包括五次战役 那么前两次战役呢 基本上都是在三八线以北 那么从第三次战役到第四次第五次 其中第三次已经达到了三七线 那么到了第四次的话 由于我们的战略调整 我们又回退到了三八线 在这两次战役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英烈 都是长眠在了三七线和三八线之间 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话 这里面有很多场硬仗 那么美军也好 联合国军也好 包括我们志愿军也好 也都牺牲了很多人 这就是一场恶战 而且这个地方现在叫什么呢 现在叫非军事区 也就是韩国和朝鲜的非军事区 实际上在1992年中韩建交之前 这样的仪式也有 但是由于中韩没有建交 韩国呢如果发现了 我们志愿军的遗骸的话 它会移交给朝鲜 由朝鲜来交给我们来进行处理 那么到了1992年之后中韩建交 中韩建交的以后的话 韩朝关系又不好了 在这种状态下的话 韩国就在很多地方 又发现了很多志愿军的遗骸 包括朝鲜人民军的遗骸 然后它怎么处理呢 它专门在韩国的经济道 有一个城市叫坡州 在坡州1996年就建了一个很大的公墓 在这个公墓里面就安葬了 包括朝鲜人民军的战士的遗骸 包括志愿军烈士的遗骸 非常非常之多 那么在1997年的话 这个公墓基本上就建成了 那么为什么在2014年第一批 我们有437位志愿军的烈士 能回家呢 就在于我们第一批的烈士 就是从这个公墓里面 直接把它迁移回来的 但是我们知道 这些烈士呢 绝大多数都是无名的 你根本拿信息就对应不上 所以的话它完全是无名的 我们还需要让他们回国之后的话 一一来做一个鉴别 这里面需要说一点的话 就是在18大之后 那么国家呢 非常重视老兵 也非常重视就是我们志愿军烈士遗骸 回到国内 尤其是韩国一侧的 这些烈士遗骸要回到国内 2013年的时候 朴槿惠访华 我们就提出来了这个请求 希望韩国给予支持 朴槿惠作为总统 当时就表态说 一定支持让英灵回家 那么在当年双方之间就进行了会谈 在首尔会谈 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双方之间又在北京进行了会谈 一共是两次会谈 签署了两个会议纪要 从2014年1月份开始的话 就开始筹备这个工作 那么到了2014年3月份 也就是在清明节前后 第一批437位 我们志愿军烈士的遗骸 就回到了国家 这个遗骸就是我刚才说的 是从泊州市的公墓 直接把它签回国内 那么再往后的话 一共是8批 到现在为止的话一共是8批 韩国在这个问题上 给我们极大的支持 那么到了后来的话 也就是公墓里面的 这些志愿军遗骸都已经签完了 所以还有很多的话 就是零零散散地 在其他的一些战场 如果发现了有志愿军的遗骸的话 就把它汇集起来 然后和我们来取得联系 然后我们要对这些遗骸 进行一个鉴别 然后汇总之后的话 就成批来运送到国内 我们基本上和韩国所达成的 就是在清明节前后 把志愿军的遗骸运回来 这就是我们之前要做的一些工作 而且从韩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么多年来一直非常的支持 也是非常的帮助 因为在非军事区 这个地方其实你要是 要启决这种烈士的遗骸的话 相对来说比较敏感 所以你看朝鲜跟韩国 在这两年缓和之后的话 非军事区的遗骸的起决工作 也就开始 而且现在所发现的很多遗骸 包括去年回来的和今年回来的 大部分是在非军事区 然后起决 最后经过鉴别之后 回到我们国内 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的话 就是包括这一次109名遗骸回国 很多信息也都是确实的 大部分都是无名英雄 真正能够跟家属对上号的 其实是少之有少 就在于有很多信息已经不全了 所以不管怎么说吧 我们的英零 乘着我们的女儿零回到了家 这也让我们心里面 能够稍稍有一些的安慰 是 也先谢谢宋先生 在下一节我们要继续谈谈 为烈士寻亲 让英雄真正魂归故里 休息后回来继续新闻今日谈 欢迎回到新闻今日谈 继续聚焦 在喊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的 回国返乡回家 继续要和评论员宋忠平先生 这里来请一例 我们看这一次的烈士婴孩 他们的返回家乡的这整个过程 其实有更多人是关注 您刚刚在前一节也提到 就是很多很难找到亲属 这也是相关部门多年来 一个放在心头上 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怎么为烈士寻亲 让英雄真正魂归故里 这也是之前的民政部 现在的退伍军人事务部 一直在努力做的工作 要建立大数据库 这里面其实分为两部分 一方面的话 就是发现了烈士遗骸的时候 要提取DNA 但是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就是这些遗骸在韩国一侧的话 之前长时间是没有保护的 所以风吹日晒雨淋 尤其是水的冲刷 好多能够提取DNA的那些物质都没有了 所以你要想完整地提取DNA的话 其实难度比较大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的退役军事务部 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提取DNA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要通过一些遗物来判别 比如它口袋里面是不是有证件 或者是不是有一个什么钢笔了 或其他的一些小本子了 通过这个东西来判别 这个烈士究竟是哪的烈士 它是不是还有家属 但是我们还要明白一点的话 就是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熊啾啾气昂昂跨过鸭鲁江 当时呢 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年轻人 根本就没有结过婚 而且年龄都很小 他们不可能有下一代 大部分是有的是上一代 而且很多朋友可能看过一些 过去关于这方面的片子了 电视剧了 影视剧了 其实包括你看 战事之间在称呼的时候 也好多没有大名 他可能没有起过大名 他父母没有给他起过大名 都是小名相称 或者是老张老李这样的来相称 小张小李小王这样来相称 这样的话也很难让他能够留下什么东西 所以的话 好多你要想来识别他的身份的话 就比较难 主要是通过遗物来识别他的身份 而且通过DNA比对来识别他的身份 那么现在呢 推议军事务部也在做一项工作 就是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家人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是不是有很多家里面的人没有回来 如果没有回来的话 你需要去采集你家人的DNA 然后呢就留存在这个大数据库里面 如果有发现新的这种遗骸的话 可以做比对 看是不是自己的家人在战场上牺牲了 场面在了韩国这一侧 这也是现在要做的很多工作 实际上我们知道 志愿军的官兵一共牺牲了19.7万 但是很多呢都是无名英雄 这个所占的比例也是非常之高 但是这个寻亲的工作呢 推议军事务部一直在做 一直希望把这个事情做好 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很感人的镜头 就是我们的运二灵 飞回我们沈阳桃仙机场 那么我们飞机上的机长 也就是飞行员 需要和我们沈阳桃仙机场的塔台 进行通话 你看双方之间通话的时候 一度哽咽呀 包括我们塔台的这些控制人员 英零回家了 真是感觉到很难受 为什么 这一别就别了70年 而且是长眠在异国他乡 我们古代有一个说法叫马格果施 马格果施的意思是什么 一旦上了战场 没有想着还能回来 那么我们很多这些年轻人 一旦上了朝鲜战场 真的没有想着自己还能够活着回来 包括你看现在有很多 现在还活着的老的志愿军战士 他们经常采访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是泪目 什么叫泪目 就满眼都是眼泪呀 他们就觉得自己多活一天 就转了一天 说你看我的战友 成建制成建制的 都已经牺牲在了阵地上 我竟然还活着 可能他们甚至会认为自己是偷生啊 所以他们觉得 自己是不是很对不起这些战友 所以这样的一种情节 现在在很多志愿军的老兵身上 都是非常非常有这种感触 包括我们现在在整个的志愿军 遗骸的挖掘过程中的话 也在沈阳建立了一个 比较大的劣势领域 我们很多老的志愿军 这些还尚在的人 身体还可以的人 也经常到那去悼念 也想看看自己的战友 和他们相比 他们已经长眠了七十多年 和他们相比 这些健在的人 他们认为自己是比较幸运的 但是和这些健在的人也好 包括这些长眠的人 相比的话 我们这一代的人 又是多么的幸运 你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那么从志愿军的 这些老战士也好 包括这些已经长眠的人 也好的话 不要说飞机 他们连汽车都没有坐过 他们熊啾啾气昂昂 跨过鸭路江 他们是用脚板跨过鸭路江 他们没有坐过汽车 更没有坐过什么飞机 包括你看我们在 抗美援朝初期的时候 一共就有那么些缴获的军车 但是这些军车 不是用来拉人的 是用来拉物资的 拉弹药的 拉补给的 所以我们更多的战士 不要说飞机 汽车都没有坐过 但是你看这一次 在沈阳桃仙机场 我们这109位英灵 是坐着我们最新式的军用卡车 赶到了沈阳的烈士领域 这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当然话说一千到一万遍的话 我们的英灵 它是没有感受 但是如果英灵有知的话 他们应该知道 现在这个国家真的已经强大了 真的已经发展起来了 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抗美援朝战争 为什么会有朝鲜战争 就是因为美国 它欺负你弱小 认为你没有那个反击的能力 所以它才会不断地去欺负你 那么我们要明白一点的话 正是因为我们之前是忌不如人 所以美国及其他国家 才不断地对我们进行打压 所以现在不一样了 发展起来了 有了好的装备 去接我们的英灵回家 而且在运20旁边 还有两架我们最先进的战斗机 在护航 在保驾 而在当时朝鲜战争 我们如果能够让苏联 把米格15给我开的朝鲜半岛 我们就已经非常的高兴了 为什么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制空权 我们仅仅是在亚陆江边 建立了一个米格走廊 除此之外的话 其他朝鲜半岛 都是由美国建立起来的制空权 我们的车 我们的人一旦出去之后的话 就会被对方不断地去打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 艰苦的条件下 打赢了这场战争 但是我们付出的牺牲 真的是太大太大了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寻亲 让我们这些志愿军的烈士 能够魂归孤里 是 特别您刚才也提到了 如何接回 以高规格的方式 接回志愿军烈士的遗骸 这个在呈现的意义上 还能够对外说明了什么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 包括我们现代军人 应该铭记的就是 抗美援朝的这股伟大的精神 这种精神是什么呢 包括你看这两天 空军新闻发言人提到了一句话 因为美国在威胁中国空军 说美国的空军怎么怎么厉害 根本不在乎中国 然后我们空军的新闻发言人说 解放军有一种精神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实际上抗美援朝的精神 伟大的精神就是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这就是我们能够战胜不可一世的美军 战胜不可一世的所谓的联合国军 用脚板子最后打败了美国的 机械化部队 在抗美援朝期间有一个说法 就是我们是气多刚少 美国是刚多气少 这个气是什么 精神 所以美国没想到中国竟然敢出兵 竟然敢和美国去对峙干 那个时候迈克阿瑟把整个战线 已经推到了亚绿江边 但是解放军换个身份 志愿军毅然决然地出兵 不管你有多么强大 不管你有多么厉害 不管你在二战期间 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但是面对志愿军 我们义无反顾地要把你打败 而且还有一句话 叫狭路相逢勇者胜 这个勇是什么 永久是大无为的精神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作为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都是可以借鉴 都是可以发扬 那么如果说70年前 美国为什么欺负我 认为我们弱小 认为我们好欺负 那么70年之后 美国现在又开始欺负我们 为什么 这个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弱小 是因为我们开始变得强大 美国现在担心 美国之前从自信 到了现在的不自信 它还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对我们进行打压 在70年前 美国充分地自信吗 未必 为什么 抗美援朝战争 美国纠集了一堆的国家 十几个国家 组成了所谓的联合国军 来共同对抗 中朝的军队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一看 美国 其实它还是要纠结一帮的小盟国 来配合来对抗中国 而且中国现在在不断地强大 所以我一直有一种感觉 如果我们的志愿军 烈士如果还有英灵在天的话 他们应该感到放心 为什么 就是因为解放军的整体实力 在不断地强大 方方面面的实力 在不断地强大 志愿军 老战士们 能想得到我们现在有航空母舰吗 在70年前是想都不敢想 那是不可能的 能想到我们现在的歼20 可以和美国的隐身战机相匹敌吗 他们是不敢想 而且他们更想不到的就是 中国人现在能登上月球 还能够从月球回来 还能登上火星 还能在火星上巡游 这就是我们志愿军 我们要告慰英灵 我们用这些成绩来告慰英灵 这就是一种 抗美援朝的伟大的精神 这种精神的话 我相信会激励 我们现在的很多人 要勇往直前地去做一些事情 同时呢 让我们纪念我们这些英雄 这些英烈 其实也是在尊重 我们现在的军人 当代的军人 过去的这些军人 我们称之为是最可爱的人 他们现在也是最可爱的人 我们现在的军人 当代的军人 他也是我们现在的最可爱的人 为什么 天下不太平 我们面临太多的威胁 我反复地在强调 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 就是见不得中国强大 所以我们还需要发扬 抗美援朝的精神 让我们这种精神 能够带领我们去战胜 一个一个的困难 这个困难不仅仅有拦路湖 还有我们在科技上 可能会遇到的种种的挑战 我们要达到的是这个目的 所以志愿军的烈士英灵 我觉得如果看到我们国家 在欣欣向荣地不断发展 国家在不断地强大 确实心里面能够踏实一点 我们也只有用这种另类的方式 来告慰我们这些志愿军战士的英灵 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建国之后 开国门的第一战 我相信新中国也许持续不到现在 美国为什么要欺负我们 他就认为新中国那个政权就不该存在 正是由于他们保家卫国 以小博大 以弱博强 所以才会有了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的美好的生活 所以越是到这个时候 我们越应该感恩我们志愿军 烈士所为我们付出的重大的牺牲 这就是民族精神 这就是钢铁长城所赋予大家的民族的脊梁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烈士安息 回到国家 回到祖国 好好的休息 我们这一代人不会辜负他们对我们的期望 是 回看抗美援朝历史 勿望当中精神启迪 愿志愿军烈士英灵 能够长眠安息 谢谢宋忠平先生 今天的新闻今日谈点评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祝福大家都健康平安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